那中方是台湾人三大四英字 除了各位啊 討厭北才會引起北京的原因以外 有一個很想大家要特別注意 就是波動性耳鳴 耳鳴平常在咳咳咳可能沒有事 可是它如果是一個波動性耳鳴的話 有可能是腦中風的一個 一個音質可能是在裡面喔 心跳頻率 就像心跳頻率的節律性耳鳴 通常就是呼呼呼呼 這種情況叫做波動性耳鳴 蝦康村奇怪的聲音 可以混成波動性和非波動性 最危險的就是波動性的耳鳴 它是恐怖的 為什麼 統計起來發現 最常見的原因就是剛才那種動性脈樓管 它是一種我們腦子裡面的血管異常 血管的畸形 那五分之一可能是血管有狹窄的情況 不管是這種情況 樓管的話容易會出血 狹窄的話可能會發生血管的阻塞 因為波動性耳鳴的原因不一定猜出來 而且男性路性都有可能出現這種狀況 所以醫師提起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至於說年紀的話 我們診斷最輕的大概是二十幾歲 那比較重的話 比較年長的話八十幾歲也是有 剛才提到的那種血管的異常 就是說我們的那種樓管 那一團東西那個東西 事實上它的病因目前還沒有很明確 新管狹窄這部分就跟我們生活有關了 那要注意什麼 就是我們剛才最前面那一張 就是我們三高 或者是運動 像我本人 或者是飲食的部分 那是想要看看是不是波動性耳鳴 可以像這樣 在安靜的時候 看自己的胃 或是心臟的跳動 和肥皂的聲音有動時間嗎 當然 最好的方式還是去找醫生 才不會等到醫治的時間 記者靈一靈 蔡宏報道